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最后这些话根本是这部动画的精髓所在 好啦 说震惊的 众神的二作剧是Broccoli于2013年10月24日 开始以PSP形式发售的 仪女像《恋爱游戏》 2014年4月开始放送电视动画 当然 后来也出了短篇的漫画作品 特别的是 除了有日本神话 希腊神话 北欧神话 埃及神话 各种世界各地来的被过度美化的神之外 每一位神都有专属的代表色 代表花和守护石 故事内容我就不多说了 官方的故事简介版本是 众神之间开始出现了厌恶人类 或者是与人类产生隔阂的状况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使人类与神再度连接起来 而创办了类似学校的空间 而女主角当然就是那个莫名其妙 被召唤的白老鼠啦 话说为什么没有女神登场啊 不要以为大家没有读过神话哦 现在是提倡多元成家的年代 以女游心里加一两个女的 也不是不可以啦 啊 放错了 在利空看来 简单形容这个作品的话 那就是一个人类妈妈到神界 去照顾问题的儿童们的故事 不小心被撒死或电死的几率为98% 但没有保一万钱也没有劳保 时薪都被学费跟住宿费扣光光耳的故事 哇 突然觉得女主角好伟大 这部作品呢故事架构很完整 但没什么重点 反正就是问题美男们的学习之旅嘛 个人认为喜欢魔幻题材 奇幻题材神拉魔法都可以尝试 但要小心的对闪亮亮的花 故事气氛营造的很中二 但也很欢乐 有感受到故事中所说的人与神的羁绊 所以在结局要分离时的那种悲伤 有浮现出来 至于结局 当然是套路中的套路啦 虽然老套 但我个人觉得没什么好抱怨的 至于画风 不要再说了我怀疑他们想像小甜甜致敬 顺带一提 我恐怖也没那么重啦 比起神我还是比较喜欢女主角的哥哥啦 他们只出现过几秒吧 喜欢超现实奇幻作品 外加中二馆的姨女们就赶快去追剧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